包裝精美 琳瑯滿目的月餅 蛋黃酥就擺在眼前 讓人看得垂涎三尺 這些糕餅全都是身心障礙朋友們 所屬的庇護工廠製作的 更是他們成就感的來源 我們是師傅他們是從法國回來的 所以他們是有研發的技能 所以我們其實希望大家是用好吃 然後呢再看來我們背後 有在做這些身心 幫助這些身心障礙者這件事情 先好吃 然後再認同我們的理念 這幾年的物價那個通膨其實蠻高 所以他們的經營起來相對比較困難 有一些NGO還是苦撐的狀況 那我們還是希望能夠透過大家的 一個愛心支持 讓他們有適當的盈餘 那當然最重要也可以回饋到 最基層的庇護性員工 中秋節即將來臨 長期附到庇護工廠的 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特別舉辦台北市庇護工廠 跟中秋節產品行銷記者會 這張蔣萬安也親自出席 並且還與身心障礙朋友們一起泡咖啡 為他們加油打氣 所有夥伴大家共同的支持 我現在台上這樣看 哇 這些禮盒非常的豐富 每一個我都很想要 但是我一個力量有限 要靠大家共同響應 看到我們庇護工廠員工的努力 那也更用你們的愛心的消費 來支持他們 讓他們過得更好 請啟動 微笑商城中秋好禮 正式開賣 為了讓民眾更方便選購 庇護工廠的產品 台北市規劃 台北市庇護工廠微笑商城網站 只要在網站上選購 即日起到9月底登陸發票 就有機會把電動機車等大獎 帶回家 買越多 中獎機會越大 這有曹花長報導 謝謝大家